大家好 我是老蒋 感谢您听我讲述 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阿拉斯加 我们看地图 美国的地图 美国的领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美国本土 另一部分 在加拿大的西边 跟俄罗斯中间隔了一个白令海峡 隔海相望的一块飞地 就是阿拉斯加 它现在是美国的第49个州 也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 它大部分区域都地处北极圈 所以在那里面能看到非常美妙的极光 现在网上能找到的大部分极光照片 都是在阿拉斯加拍的 我们应该都知道 阿拉斯加历史上应该是俄国的领土 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跑到美国手里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老蒋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那说 为什么一开始 阿拉斯加在俄国人的手里面 这是因为俄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位非常伟大的航海家 维塔斯白令 现在的白令海峡 白令地峡 白令海 都是为了纪念他 白令他本人其实是丹麦人 但是他在历史上的洛甘茨出海 都是以俄国海军的名义出发的 因为他是受俄皇彼得一世的邀请 加入的俄国海军 在1741年 白令领着一帮俄国水手 又出发了 就发现了阿拉斯加这个地方 后来俄国等于是实际上控制了这块领地 那么在这块领地上 俄国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美洲公司 主要从事的是毛皮的贸易 这一点他们是在学英国 成立东印度公司 遥控海外飞地 1854年 俄国跟英法联军 打了场克里米亚战争 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就担心英国人 以加拿大为跳板 进攻阿拉斯加 自己呢 又远水难解近火 就有心把阿拉斯加卖掉 只要不卖给英国 卖给谁都行 当时的阿拉斯加是一片 170万平方公里的洞土 沙皇满世界吆喝 可是没人吆他 到最后 接盘侠出现了 就是美国 美国人为什么要跑出来 蹚这么一趟浑水呢 这事说起来挺讽刺的 咱们中国人以前 总是喜欢说一句话 叫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其实美国在刚建国那会儿 这话也没少说 他在没成为世界老大之前 西欧那些个老牌 帝国主义列强 总是想找机会 把这个新兴国家 给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美国他最虚的时候 就是1861年 南美战争时期 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 非常担心这些列强 趁我病要我命 就想到啊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可以向俄国申请帮助 那其实帮美国 俄国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但是一想到啊 能给西方那些国家添堵 一咬牙 这忙老子帮了 军舰开始开进了纽约港 这一下美国就算是安全了 但后来俄国找到美国 说那个阿拉斯达这块地 你要不要 美国想的就是 就当还俄国人情了 当时俄国也表示 你要是想要的话 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他着急脱手啊 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呢 叫西华德 他说别的 本来是要还人情的 你别最后弄得 跟趁火打劫一样 这样 我给你720万美金 就一个要求 钱给了你之后 那这块地可就是我们的了 你可不再反悔的 720万美金 当时是在1867年 要按黄金折算的话 相当于现在的4.6个亿 这么一块不毛之地 能卖出这个高价来 沙皇非常满意 跟西华德说 我现在就给你签核桃 那么从那个时候起 阿拉斯加就算是 并入到美国的领土了 美国接到阿拉斯加之后 本来以为买了个破碗 结果发现 没想到是个聚宝盆 他们很快就在那里 发现了非常丰富的 渔业资源 到了1897年 又在那里开采出了石油 和金货 二战的时候 阿拉斯加的第二大城市 菲尔班克斯 成为了美军重要的军事基地 等二战结束 美国又取到加拿大 在美国本土跟阿拉斯加之间 修建了一条 1500英里的沙石公路 这一下 阿拉斯加就算是 真正的鸟枪换炮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个地段值不值钱 地理位置并不是 唯一的决定因素 很多时候只要交通够便利 那就没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城市 一说哪个地段 要通地铁 周边的房价就蹭蹭蹭往上涨 比较讽刺的是 在美苏冷战时期 阿拉斯加成为了 美国的战略武器部署基地 直接成为美国震慑苏联的敲头堡 阿拉斯加现在 也是美国往返亚太地区 飞机天然的中转战 所以了解了阿拉斯加的历史 真的会感慨 什么叫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一尺一尘 不要纠结一时的得失 大司马有句话 放在这里非常应景 就是 你可能小赚 但我永远不亏 好 感谢您听我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